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忠信有聲雜誌》本期主要看點有 德永生 蒙生生 上帝牽我手 就能面對明天 生命是進化來的嗎? 我認識了自己 信耶穌有手足嗎? 歡迎你收聽 收看《忠信有聲雜誌》 讓我們和你一起反省人生 否釋問題 並且探索出路 《忠信有聲雜誌》 德永生 蒙生生 作者 Shirley 我來自廣州 目前在色利華人服務所做狐狸的工作 每週日就在西北省工會 Norweg Anglican Church 參加主日崇拜 2010年11月 我還在廣州的時候 由同事帶領 參加了家庭聚會 當時我聽到福音的時候 內心就被上帝的愛充滿 第一次參加教會聚會 就決之信主耶穌 並很快受了洗 但我當時並不是真正地明白受洗的意義 只是知道受洗之後就可以有永生 我就好像主耶穌撒種比喻裡面 落在石頭上的那顆種子一樣 只是憑一時的興奮和感動 心裡卻沒有油根 所以當我再回歸到我日常的生活的時候 就將主耶穌忘記得一乾二讚了 我表面上接受上帝 內心卻將祂關在門外 生命裡面還在那個老我操控著 然而上帝仍然不離不棄地眷顧我 多方面引導我 2019年12月 我來到澳大利亞 發現這裡有很多教會 我就去了一間 沒想到會受到教會特兄姐妹的熱烈接待 跟他們接觸的時候 也都可以感受到 他們自然流露的謙卑 和人與人之間的尊重 但是我還未被上帝感動 沒有悔改 心仍然在世俗的事上面 2021年12月 身邊有一位朋友 在毫無徵兆的情況下 忽然辭世 年僅36歲 他生前對自己的人生是多麼自信 對未來的規劃是多麼美好 但是這一切並不是他的掌管中 生命如此的虛無和無法把握 親眼目睹這位朋友去世的過程的時候 我很難過 觸動也都很大 我自己也都曾經好像他一樣 以為任何的事都可以靠自己 然而我能夠主宰自己的生命嗎 我醒悟了 雖然我缺過之 受過洗 但是我需要確信自己有永生 於是我重新地打開聖經 認真地讀它 越讀就越想讀 覺得上帝真的在聖經裡跟我說話 很多經文我都喜歡 並且有好深的感觸 比喻約翰一書五章十一到十二節 這見證就是上帝賜給我們永生 這永生也是在他兒子裡面 人有了上帝的兒子就有生命 沒有上帝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約翰福音十七章三節說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你所猜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這些教導令到我明白 永生並不是只是嘴裡說信主 死後就可以去天堂的 而是需要我將自己的罪 都帶到主耶穌面前 求他赦免和代屬 並且還要活出 以基督耶穌為中心的聖結生命 如此才有他同在的永生 我求耶穌赦免我 接納不配的我作他的兒女 一生求他帶領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而過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五章十七節 當我真正認識了耶穌基督 並立志將自己的老我 釘死在十字架上 以一夥順服主的心 時刻求主在心裡引領我 認真過每一日 活出一個有主同在的新生命 這一個是主耶穌對我們的要求 耶穌有對眾人說 若有人要跟隨我 就當社記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 勞加福音九章二十三節 以前我愛世界多過愛主 對待別人總是自以為是 因此很容易就從身邊的人發生衝突 人家有一點點不同意見 還沒聽完 我就會大聲地從去交來 有一吵交 大家心情都不好 身體不好 如此惡性循環 但當我讀聖經的時候 就感覺上帝在為這些事管教我 指引我 因此我也將將主的話 常常放在心內 不斷地懺悔自己的罪 在人際關係裡面 我開始不再那麼炫耀自己 而在上司 凡事都以別人的益處為先 生氣或者委屈的時候 我也都會學習忍耐 歸榮耀於上帝 漸漸地 親人和朋友都說我脾氣好了一點了 與人相處也都融洽了了 我自己的身體和心態也都好了很多 更奇妙的是 我的大妹竟然主動提出 她想去參加主日崇拜 我之前叫了她很多次 她都拒絕 2023年的11月 大妹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 而我的妹妹 也都是2022年11月受洗 現在我們三姊妹都受洗信了主 之前的矛盾和爭吵 幾乎都不見了 彼此之間多了關心和理解 當我信心軟弱的時候 就不斷地討告仰望主 並在日常生活中 信復聖經的教導 心裡充滿喜樂、平安 生命發生了改變 這些經歷讓我明白 再人不能 再上帝 卻凡事都能 感謝天上的父 我們是這麼容易背棄你 但是你卻滿有恩典和憐憫 願意來心等候我們 做出正確的抉擇 悔改歸向你 天父 是你在我的生命中動工 讓我親自經歷了你的大能 是你憐憫我 讓我認識到自己的罪 也都讓我推去救人的模樣 靠著耶穌基督 有了新的生命 我是一個夢恩的罪人 求主耶穌在我的生命中做主 使我成為劉榮耀利的器皿 將福音傳給身邊的人 讓更多的人認識 此生命的主耶穌基督 主愛偉大妓妙 至高深不可拆透 竟不懂得寫起到身子 為世間解去罪魂 為世間解去罪魂 竟不懂得寫起到身子 為世間解去罪魂 我已經不再避兇 神若與我同行 誰可抵禦敵對 誰能令到我與神愛作交 如臨危天多見 狂風雨暴 憑君軟弱 赤身幾何 也不可視愛與神愛的錯 從全人生低暑 常經變幻 明天更天各種波子 全亦都不可阻隔著神大愛 上帝牽我手 就能面對明天 作者 洪流利遲 我出生於中國動盪不安的年代 又處於多難之秋的艱難時期 物資缺乏 人心惶惶 我是母親的第一個孩子 因為是七星女 即是懷孕七個月就出生 祖母和母親都用盡全力來撫養我 我到三歲才站穩腳步 開始行出我人生的第一步 他們歡喜得手無足度 三年的勞苦 有了超值的回報 一直以來 我們一家人分別居住在香港和大陸兩地 他們見我健康良好 就決定帶著我和二妹坐火車去香港過新的生活 1966年 我和家人一同移民美國 在加州三藩市定居 有機會認識了一位姊妹 她是一個很愛主的基督徒 又熱心傳福音 她帶領我和妹妹到教會參加主日崇拜 又在團契生活中得以成長 並且認識了很多好朋友 教會牧師親自帶領我認識主耶穌基督 她是上帝的兒子 是救世主 甘願為罪人犧牲在十字架上 並且第三天從死裡復活 在地上顯然四十日後升天 將來她還會再回來建立新天新地 和信徒同住 人只要相信耶穌 接受她為救主和生命的主 就可以得住生命 並且得得禁封城 還可以承受永生 1972年我悔改信了主耶穌 並且接受浸禮 在眾人面前承認自己的信仰 自己的罪 從此 一直都積極地參與教會的服侍 熱心侍奉上帝 1974年我和教會的一位弟兄結婚 在上帝和人面前立下終身盟約 結為夫婦 婚後我們有兩個可愛的女兒 她們活潑漂亮 又聰明伶俐 我們一起參加教會的生活 按照聖經教導 建立快樂和諧的家庭 1987年9月 在教會舉辦的野餐日 突發事件臨到我身上 我突然覺得頭痛得很厲害 丈夫就馬上送我去急診室求診 醫生即時要求我簽紙 決定做腦部手術 我懇切地向主祷告 求主醫治保留我的生命 讓我能夠看到女兒們長大成人 教會的弟兄姊妹們都迫切地為我祈禱 手術進行了14個小時 我醒來察覺自己左邊身體癱瘓了 非常震驚 但我仍然感謝主 祂引起了我的討告 還有生命可以活下去 我在醫院療養了一個月 然後就入住療養院接受物理治療 在聖誕前夕回到家裡 休息調養了一年之後 我又可以返回原職 重新投入工作 這真是上帝的恩典 1993年11月 我做夢也想不到 丈夫因為婚愛情向我提出離婚 終於在1995年 法庭正式宣佈我們解除婚約 各自生活 離婚之後 我要獨自地撫養兩個女兒 心、心、靈都非常疲勒 但我仍然告訴我的孩子 人人都會犯錯 她是你們的父親 我們一家人的關係 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你們仍然要愛她 我也堅持為她代討 求主讓她知罪悔改 2014年 前夫的癌症已經到末期 一個期間 有一對充滿愛心的夫婦 來醫院探望她 並且帶領她祷告 她流淚向主耶穌認罪悔改 感謝上帝聽了我誠心的討告 用她永不止息的愛 接納浪子 上帝不會撇下孤兒寡婦 兩個女兒勤奮讀書 得到獎學金入讀理想的大學 更為她們預備了基督徒配偶 各有一份好的職業 兒女優秀 家庭美滿和樂 感謝產美主 在人體裡 我一生所經歷的三個難關 每個都是大考驗 但是上帝用她奇妙的恩手 一一地將她們轉變為祝福 我專心不斷地討告交託 過以靠上帝的生活 為了感謝上帝的恩典 我在公余時間參與福音隊的侍奉 到三藩市唐人部 派發單張全揚福音 並且按時去四間療養院報佳音 我生活得非常充實又有意義 本刊採訪 賴豬為荒 約翰福音十七章三節這樣說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你所猜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忠信有聲雜誌 願上帝賜給你平安 生命是進化來的嗎? 答案是否定的 達爾文的進化論是一種沒有被證實 也沒有辦法用科學方法 加以證明的偽學說 達爾文進化論的中心思想是 物敬天責 優勝略敗 約欲強食 適者生存 但這並不是真正的科學 而是十九世紀英國人的政治哲學 生物無論是漸變或突變 都是無意識、無方向、無目標的 絕對無可能產生智慧的結果 生命只可能是來自既有的生命 絕對無可能是從無生命中產生 有生命的一切物種 各種生物的基本形成 都是一代、全一代、凡顯相傳 這是由它們本身細胞內 遺傳基因的複製和操控而決定的 與外界環境沒有任何關係 一個就是供應的默德爾遺傳法則 而達爾文進化論違反了 默德爾遺傳法則 所有的物體都要逐漸衰竭、失聚、解體 生物也都別無例外 這個就是熱力學第二定律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所決定的必然結果 這個定律是世界科學界供應的宇宙普遍規律 如果沒有指令系統和能量轉化系統 任何物體都無可能從低級逐漸發展變為高級 由無秩序變為有秩序 而逆了熱力學第二定律進行 另外,達爾文的進化論 不能克服超低概率的難題 最簡單的蛋白質分子的分成概率為10 都297 而根據鮑瑞爾定律 Burl's law 任何概率低於10至50的事物 全部都無可能出現 再講 從古至今全世界眾多的考古學家 已經尋找到無數人的花石 和無數源後的花石 但始終找不到半人半源後的花石 即沒有中間物種 這個事實說明 人肯定不是從源後進化來的 另外,人的血液無論是甚麼人種 白人、黑人、黃種人、紅種人等等 只要血液符合都可以互相舒容 但是人和源後的血液則一概不可互用 如果人的血液輸入源後的體內 這隻的源後必死無疑 而同樣,源後的血液輸入人的體內 這一個人也肯定會死 這一個是鐵一般的事實 而這一個也是很有力的證明 人絕對不是由源後進化來的 眼睛無論是其構造還是其功能 都是非常複雜、十分精密的 絕對不可能是震化來的 連達爾文本人也承認 在他著名的《物種起源》一書的第六章 《理論難題》中 他直言不諱地寫道 眼睛有調節焦距 允許不同採光量 以及矯正球面漲差和色差的無以倫比的設計 我坦白承認 因為眼睛是通過自然選擇而形成的假說 似乎是最荒謬、可笑的 而在分子層面上 一個細胞、甚至一項體系 好像很簡單的生命活動 都比在解剖層面上 看到的眼睛等五官 以及胸部、心臟、消化系統 循環系統、神經系統、肌肉系統、骨絡系統 生殖系統等精妙器官更加複雜而奇妙 生物界有各種不同的奇異現象 有各種不同的本能 這亦是達爾文進化論 毫無理論根據加以解釋的 某一些進化論者說 約幾十億年前 生命從無到有 從碳、氧、氫、氨等元素 偶然碰在一起 結為大分子 並且自我改善成類蛋白 類蛋白再變成單細胞 醋類、魚類、兩棲類、腐乳類 一直進化為人類 這個根本無法經過檢測的設想 試試看 你把碳、氫、氧、氨等元素放在你面前 你有沒有能力 好像變魔術那樣的方式 變一個單細胞出來呢? 至今科學已經如此發達 科學家依然無法做出一棵草、一條蟲 甚至連做一個單細胞也束手無策 無能為力 也永遠無能為力 原始生命必須有創造者 誰也無能力創造萬物 唯有上帝 《創世記》一章一節 就是聖經開篇的第一句所宣告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讓我們和你一起 反省人生 口色問題 並探索出路 中信有聲雜誌 雜誌 我認識了自己 作者 一雅 去美國留學時接觸了教會 為了解美國文化的宗教根基 我懷著一種不做判斷的心態 在教會中默默地聽 默默地看 沒多久我感到一種困惑 俗語說 人不為己 天誅地滅 但是在教會裡所教導的 卻是我認為早已過時的思想 樂於奉獻 無私付出 令到我二十幾年所建立起來的價值觀受到挑戰 甚至是被顛覆過來 我找不到方向 內心有很多困惑和抗拒 兩個自己 小時候在動畫片裡 經常見到主人公內心掙扎的時候 腦袋上方會跳出兩個自己 一個自己是天子 另一個自己是魔鬼 他們開始對話辯論 最終天誌戰勝了魔鬼 做出正確決定 那成人世界呢? 同樣 經常有掙扎 甚至更多 但是很多時候 魔鬼的自己贏了 所以常常會有 說謊、欺騙、做錯事 在聖經創世紀 我知道了人類之初 就有兩個自己 一個是上帝 按著自己的形象而做的人 鼻孔裡面有上帝的氣息 因而是有靈的活人 另一個是人偷吃了上帝 禁止食分別是惡樹的果子之後 不肯承認錯誤 推捨責任的、自私的自己 那現在我裡面的自己 究竟是哪一個呢? 自欺欺人 我經常將自己當為好人 人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都看為精 唯有耶和華衡量人心 增言二十一章二節 人為何會自欺欺人呢? 就是因為吃禁果之後的自己 在我裡面 令到我不能有自知之明 人不制服自己的心 好將毀壞的成一沒有長行 增言二十五章二十八節 那我如何制服裏面自己的心呢? 制服自己呢? 聖經同樣在增言中 同我指明 誰能說 我潔淨了我的心 我脫淨了我的罪 增言二十章九節 面對根深替故的罪 人沒有自救的能力 我既不能自知 更不能自救 讀到聖經中高尚的道德標準 認識上帝的公義 令我更多認識自己 認識到自己裡面的叛逆 不純服 自以為是 自以為意等等 我開始 對這些聖經中提到的罪敏感 開始討厭自己的本相 於是 我試過遠離教會 遠離基督徒 不讓自己再聽到聖經的教導 可否過一些? 沒有 倒是有一種掩耳盜靈的感覺 我又回到教會 當讀到聖經上面的話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使證我們一切的不宜 若看一書一章九節 我仿然大悟 忽視或者否認自己的罪 不能躲避也不能麻痹自己 只能讓不安在心中發酵 心裏更加酸 更苦更臭 我來到相帝面前 承認自己的罪 接受祂赦罪的恩典 裏面那個自己 終於在信心中得了平安 善待自己 信了主耶穌以美著 給耶穌基督來作我生命之主 不再凡事靠自己 凡事自己做主 而是謙卑順服在主耶穌面前 那我應該怎樣自己退位 愛自己 但是又不至於失去了自我呢 聖經說 仁慈的人 善待自己 真言十一章十一七節 什麼是善待自己 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首先需要認識清楚 什麼是好 是對 是善 什麼是壞 是錯 惡 絕不是隨心所欲 任意而為 那應該怎樣呢 你要專心仰賴耶穌華 不可以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 要敬畏耶穌華 遠離惡事 真言三章五至七節 這個就是善待自己 善知二塞雅 對安息日的教導 我最喜歡這幾句 不辦自己的私事 不除自己的私意 不除自己的私話 你就以耶穌華為樂 以塞雅書五十八章十三至十四節 這個仍然是適用於平時 適用於今天 適用於我生活中每一日 不跟隨自己 就是以上帝為樂 真正善待自己 就是依靠上帝 不靠自己 不求自己的喜悅 不為自己而活 因為我們信了主耶穌之後 已經有聖靈 住在我們裡面 有了新的我 新的生命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 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 若死了是為主而死 所以我們還活或死 總是主的人 《羅馬書》十四章七至八節 愛惜自己生命的 就失喪生命 在這個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榮生 約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節 如果 因為信主而失去自我 是的 我願意失去那個 貪愛世界的自己 失去那個 偷食禁果而犯罪的自己 但上帝原本做的我 已經自己恢復了 我重新找回滿有上帝樣色 和上帝和好的自己 雖然兩個自己 仍然在我裡面辯論交戰 但是我知道主耶穌已經勝了世界 他聽我討告 聖靈在幫著我 屬於主耶穌的那個自己 必然越來越強大 親愛的朋友 愛自己 善待自己的力 要選擇哪一個自己 請問最近有什麼好書推薦 我最近開始聽中信的有聲雜誌 覺得不錯 有聲雜誌? 是的 就是中信月刊同步推出的有聲版 每一期內容非常豐富和多元化 包括有感人的生命見證 理性的科學反思 生活處事的智慧 和激勵人心的小品 而且播讀的聲音還很動聽 有沒有這麼好聽? 會不會很浪費時間? 當然不會浪費時間 他可以給你聽的同時 還可以做其他事情 例如開車或者做家務 而且有時用聽的方法 更加可以讓我投入去其中的處境 真的? 那我也來聽聽了 我順便告訴隔壁屋小美 他經常在埋怨 說做家務做得好悶 真是謝謝你的推薦 不用客氣 我相信你會喜歡的 中信有聲雜誌 人生患有零條路 大多數的小朋友 通常在九個月至一歲半之間學走路 會走路之後 每一天都在走路 直到年紀老邁的時候 有些還在用拐掌 慢慢一步一步走 除非是身體的原因 人就要坐輪椅代步 或者要終身臥床 但是世上的路走完之後 我們會去哪裏呢? 從前有一個工人被一塊大鐵板壓住 搶救的人看他生存的機會極微了 就問他有什麼遺言留下 他什麼都沒有交代 只是問了身邊的人一句 請告訴我 引到永生使我靈魂得救的路在哪裏呢? 可惜已經太遲了 身邊又沒有基督徒 他的生命就帶著一個重要的人生疑問 匆匆完結了 人在世上高都是寂居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可以去 那個就是美好的天堂 上帝的家 去天堂的路在哪裏呢? 上帝的獨生愛子 耶穌就宣告 我就是道路 耶穌基督就是道路 是那一條通往永生的路 是使人得救的生命之路 耶穌這樣說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們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向人問路 其他人如果告訴我們 第一個路口就轉右 第二個路口就轉左 然後穿過廣場 經過教會 在第三個路口又轉右 然後在第四個路口左轉 你就到了 你如果不是照著他的指示 半途就會迷路了 但是假如那個人這樣說 來!我帶你去! 這樣這個人就成為了我們的路 使我們不至於迷失 耶穌基督就正正是這樣 他不單止告訴我們 方向 而且他自己就是道路 天地之間除了耶穌 再沒有別的命可以使人靠著得救 再沒有別的路可以通往永生和天堂 當前世界上有無數的宗教 哲學 修行 律法、理想等等 都不能夠真正拯救人類 脫離罪的權勢和罪的刑罰 在聖結公義的上帝面前 誰能夠淡立得住呢? 聖經上高這樣說 沒有二人 連一個也沒有 主耶穌為我們的罪 被釘死在十字架之上 完成了救贖的大功 打開通往天家的路 對於信他的人 罪就是能夠被他在十字架上 由上高留學來的補血所代屬 誰能控告上帝所揀算的人呢? 有上帝稱他們為異了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裡復活 現今在上帝的右邊 也替我們祈求 所以 主耶穌是人類通往永生的唯一道路 不要南緣不切 古代有人坐車在大路上煲行走 看樣子好像是要出軟門 車就一直向北走 路上有人問他 先生,你想去哪一道? 他就回答 我要去楚國 路上的人敢說 先生,你走錯路了 楚國在南面 這位行路客就說 我的馬很快 是千里區 跑起來呀?幾快呀? 我的旅費又那麼多 而且這個馬車夫很有本事 今天有不少人就是這樣了 似乎有很多優越的生活條件 他們仍然在拼命地追求這個世界 但是越走越遠離上帝 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方向 方向是弄錯了 世界上高的東西 只會讓我們無止境地追求 再多也都填滿我們心靈上高的靈魂 但是如果信了上帝 他必定能夠引導我們 巡絕正確的方向走向天路 你已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欣見你的面 得著滿足的快樂 生命的路就是人出生入死的道路 我們只有活著耶穌基督的復活裡面 才能夠享受上帝的同在 得著上帝所赐的永生盼望 在上帝的同在裡面 人裡面的生命會慢慢改變 祂不僅會賜給人生生命 也都會不斷改變我們裡面的聖情 使我們越來越有祂的樣色 從而活出一種新生命 心裡面就會越來越多的平安和喜樂 我們活在世界上高都要走一條路 但信耶穌的人在基督裡面不再一樣 不是走舊路死路 乃是一條又生又活的路 生命之路就在腳下 1980年冬 美國南達科他州有一對夫婦 在回家的途中 因秋近路 而自困在暴風雪之中有九日 直到先生揭而不捨地往前走 找到大路 終於全家獲救 有時我們去教會聽福音 似乎受以往無神論教育的影響 或者驕傲的心 或者人的邏輯困擾而陷入迷惑之中 聖經以羊比喻世人 羊本性很容易迷路 如果沒有木人引導 就容易迷失 耶穌就是我們的好木人 他一直在尋找迷羊 只要我們願意來到上帝面前 在上帝的話語 聖經裡面就必得著信心 從而可以來到他的生命之前 悔改和信主 最終踏上生命之路 感謝上帝 我從年幼開始 就在我信耶穌的媽媽帶領下 去到教會 也都曾經經歷過困難和冷淡 但是終於走上了得救之路 雖然現在演機年紀老邁 行動佛力 但是在上帝的生命之路上面 我靠著主耶穌得力 越走越喜樂 我們在世上高乃是寄居的 暫時的 我們若故撿幾路 就沒有法走到耶穌的生命之路之上 在世上高一生 終於將會是無望 甚至是絕望 耶穌就是道路 不分貧富貴賤 不管智商高低 不論受過高等教育的民事 或者是不認識字的白丁 只要信靠耶穌 與耶穌同行 我們就會找到 並且走在這條 又生又活的永生之路之上 馬太福音七章十三至十四節這樣說 你們要進窄門 因為通往滅亡的門是寬的 路是大的 進去的人也多 但通往生命的門是窄的 路是少的 找到的人也少 總信有聲雜誌 願上帝賜給你平安 感謝上帝的救恩計劃 作者周長江 我信耶穌有一段時間之後 才算明白 上帝的救恩計劃 出現在亞當和亞華 被逐出伊甸園之前 他對撒旦的宣判中 耶穌說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 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 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 你要傷他的腳跟 蒼西基三章十五節 這個女人的後裔就是指著 同女瑪利亞而降世的主耶穌 他雖然被罪人釘在十字架而死 但是第三天從死女復活 戰勝了死亡的獨勾 賜給信他的人有永生 並最終將撒旦和他的一伙 釘在燒住硫磺的火壺裡 可惜以前我讀這一章的時候 只會看到相當嚴厲的一面 甚至還有些 為被趕出伊甸園之後必死的阿當和夏娃 抱不平 但是何曾仔細想過嚴厲背後隱藏 那個無盡的愛呢? 要知道上帝是公義有慈愛的 犯了罪的阿當和夏娃 雖然被逐出伊甸園 聖經由無辜的上帝 卻為他們犯的罪 以及世代遺傳給人類後代的罪 犧牲了自己的獨生子 如此大的代價的救恩計劃 沒有無以倫比的愛 可能嗎? 因著愛 上帝更次於我們自由意志 只是很可惜 很多人濫用了上帝所治愈的自由意志 以至於犯罪 不停地死不悔改地犯罪 上帝是愛 人類最終得以擺脫罪的束縛 獲得救贖的恩典 這個不只是他愛的必然延續嗎? 上帝的救恩計劃 雖然是對所有的世人 但是遺憾的是 不是人人都願意得到救恩 至於誰能得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牧師都不知道 只有上帝自己最清楚 他看重人 是否真有信心 並願意悔改 儘管我們不知道 這個上帝已經為我們預備好的救恩計劃 和具體揀選 但是藉著上帝啟示的聖經 他早就顯明了人要獲得救贖恩典的途徑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值著我 沒有人 能到苦那裡去 要向福音十四章六節 因此 要想獲得救贖 進入上帝的國度 除了認罪悔改 全心信靠主耶穌 將靈魂交在祂手裡 再也不會有其他途徑 人皆有罪的本性 因此 靠我們人自己救自己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上帝對我們的救贖 本乎於祂的恩 和人的信 正如聖經所說 你們得救是本乎恩 也恩著信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上帝所賜的 以乎所書 以章百節 世上還有些什麼恩賜 能高過救贖的恩典呢? 上帝的救恩 就擺在我們每個人面前 需要我們用信心來接受 如果我們仍然狂傲地 不想聽福音 不想了解上帝 就算上帝的愛 真真切切地顯明在我們身上 我們也不會感恩 甚至還會抗拒上帝的愛和救贖 這樣的人信都沒有 要期悔改又談何容易 硬住心不接受耶穌救恩的人 永遠找不到生命的意義 苟且一生 離世之後悲焗可歎 當然上帝並不起悦人因罪而死 而且死後受審判落入地獄 他說 我只著我的永生起誓 我奪不起悦惡人死亡 唯喜悦惡人轉來所行的度而活 二世傑書 三十三章十一字 儘管我們靠著上帝的恩典 和人的信心得救 但 這個並非意味著 我們可以隨便犯罪 相反 我們在盡力約束自己 並在聖靈的幫助下 不犯罪 或少犯罪 在軟約中得罪上帝之後 要及時悔改 上帝的恩典 是救我們用的 在上帝的救恩面前 世上其他的一切都不值一提 你我能納入上帝的救恩計劃當中 是莫大的福分和恩賜 聖經針言書第九章十節這樣說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認識智聖者就是聰明 宗信有聲雜誌 願上帝祝福你 迪士尼樂園的路徑設計 最早期的迪士尼樂園 是由世界建築大師 格洛培斯設計的 奧蘭多樂園開放的日期 馬上要到了 但各景點之間的小徑 該怎樣連接才算最佳 讓設計大師大傷腦筋 他突發其想 對施工人言說 殺上草種提前開放 很快空地就成了綠色亂草地 在提前開放的三個月中 草坪上被採出許多小道 這些小道寬窄相間優雅自然 然後 教洛培斯讓人按這些自然採出的痕跡 鋪切了人行道 1971年 在倫敦國際園林建築藝術研討會上 迪士尼樂園的路徑設計 被評為世界最佳設計 在這繁紛複雜的世界裡 有時很難找到適合自己的人生路 當我們的確不知道怎樣走時 可以向創造天地萬有的上帝討告 曾求時愛上帝的帶領 藉著萬事互相效力來引導我們 我們又可諮詢那些認識 了解和關心我們的教會目者及其他基督徒 聽取他們的建議 上帝會藉著大自然 環境、事物和人 向我們說話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 為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 針言十六章九節他們這樣說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 不可以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是出自針言三章五至六節 很多基督徒的人生 都見證了這個蒙福的道理 讀者來信 加拿大朱姊妹 我是中信月行多年的讀者 我在加拿大 一直向我連邁的父親傳福音 剛開始 他還在電話視頻中忍耐聽幾句 後來就不耐煩了 總是以還有事要做為藉口 不再聽下去 去年我回中國的時候 帶著一疊我看過的中信行給他看 因為裏面有很多信主的好見證 希望能解開他的結 但是他將雜誌放在裏面 並沒有興趣 回國一趟傳福音 沒有什麼果效 我帶著對父親救恩 焦急的心情返回加拿大 感謝主 兩個月後 我父親在電話中對我說 他在家走得無聊 開始看中信 看了一期又一期 他開始想更多地了解福音 亦都不時問我一些信約的問題 有人 我問他 願不願意在上帝面前悔改 接受他的救恩和永生 他居然答應了 並且跟著我做了抉擇的討告 非常感謝你們 是主裡面的新路 你們雜誌上 很多文章都是真情實感 將真理放在個人的生活中 來見證上帝 願主賜你們智慧和力量 繼續多多使用 信耶穌有手足嗎 作者張日平 問題 牧師常常說 恩信清義 就是說 人得救 只是在乎一個信字 不需要做什麼 但是似乎信耶穌實在有些手足 例如 在報道會的講完 請你舉手 行到台前 又有一個帶領的人 請你跟著他一句一句討告 之後 想要受洗的話 又需要上受洗班學習 為什麼有這些手足呢 答案 信的意義 是的 得救是在乎相信 但不是說 我相信有上帝 相信耶穌是上帝 知道他釘十字架 死後三日復活就夠了 這些都是頭腦裡面的認同 又是福音三章十六節那裡說 上帝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凡得永生 上帝賜給我們一個永生的禮物 你想他希望我們怎樣回應呢 非常明顯 當然就是要接受了 聖經約翰福音一章十二節解釋說 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命的人 接待就是接受 也就是對上帝說 我需要你為我所預備的救恩 請賜給我了 在使徒行轉二十章二十一節 使徒彼得這樣說 當向上帝悔改 信靠我主耶穌基督 為什麼要悔改呢 答案非常簡單 因為我們都是罪人 否則根本就不需要拯救 我們必須在接受基督救恩的時候 承認自己的罪 請求他完全的遙書和赦免 所以我們應該從錯誤的道路轉回 就如基督徒常常說的 悔改、相信、接受 就可以得到基督赦罪的平安 這些都是心態上的改變 不是做些什麼 也不是手續 缺字討告 既然信耶穌包括接受他的救恩 因此我們經常邀請那些表示 有時願意接受的人做一個缺字討告 向上帝表白心意 正如男女在戀愛之中 亦都會表白 讓對方知道自己的心意 但有時 有些人不知道怎麼表達 所以帶領的人 就請他一句一句地跟著討告 每期的《忠信》月刊 都有以下這個標題 你願意相信耶穌基督嗎? 若願意請作以下的討告 在這一期是在第二十三頁 內容就是一個缺字討告的樣板 事實上 人自己也可以做這個討告 不用跟著別人的 討告文的長短 和確實的用詞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否真心 呼召 你所描述的舉手和走到廣台前的做法 叫做呼召 Altar Call 報道會的呼召 就是一些基督教教會的傳統 邀請那些希望 對耶穌基督做出承諾的人公開站出來 從十九世紀開始 就有這個做法 被一些知名的報道家 例如桑德、Belish Sunday、Modek、DL Moody等等 繼續使用 所以流行直到如今 雖然是一個常見的做法 但是沒有基督徒 更加沒有牧師 說這是信耶穌的手續 做呼召的原因 完全是因為想知道 誰願意接受耶穌 可以作跟進 並且必須作跟進 受洗和受洗班 承認那些真心信耶穌的人 遲早都會受洗 因為這是公開在眾人面前 承認自己信仰的方式 正如一對男女結婚 雖然未必有大排言跡 但亦會通知親友 很少秘密進行的 儘管受洗和得救緊密相關 受洗不是得救的必要條件 亦不是信耶穌的手續 基督徒受洗是得救之後 信服主的行為 至於受洗班 是私浸的教會 希望願意受浸的人 明白自己信什麼 了解受浸的意義 而切的課程 免得他們糊塗糊塗的接受洗禮 祝你好像在《彼得前書》 一章九節那裡說 得著你信心的果效 就是靈魂的救恩 阿明 阿明 你在聽什麼 我 在聽中信 聽中信 裡面有什麼好料 當然有 偏偏精彩 不但讓我有所反思 最重要的是 我在當中找到人生的意義 什麼人生意義呢 就是當我接受耶穌之後 我發現 我在神的眼中 是如此寶貴 我的人生有新的價值和方向 真的? 那我也要 告訴我那個節目叫做什麼 是中信有聲雜誌 是中信有聲雜誌 這首詩歌是由三段組織 每段八句的說話 連續寫了 二十四個感恩 原詩是有四段 共三十二個感謝 後來在翻譯成為英文詩的時候 就被減少了 在一口一個感恩之中 有三類的感恩 一是日常的順景 日常生活之中的豐富供應 家庭溫暖 四季春秋 鮮花玫瑰等等 都感恩上帝 因為上帝是天地萬物的創造者 所創造之物 也都是為我們提供了生活上高的必須 例如陽光、空氣、雨水等等 上帝也都造出男女之別 婚姻之家、親情之愛等等 奇妙的本能和基因 還有人體自我維護的無限傲備 舉目看天空、低頭賞花草 進出有平安 活動生自如 凡此平常事 都當對上帝有一夥感恩的心 遺憾的是 這一切都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 視天地為自然 視好運為偶然 將順利和福氣 只是歸功於自己的勤奴智慧 不感恩的兒女 會令父母傷感 賜恩的上帝又會有什麼感想呢? 第二 是困苦境遇 歌詞對於人生之中 遇到的苦和憂愁等等的處境 也都感謝上帝 如討告未蒙誰聽 玫瑰有刺等等 這個實在是難能可貴 有人埋怨上帝將刺放在玫瑰花之中 卻不感謝上帝竟然在刺之中 刪出美麗的玫瑰花 感恩是生活的一種態度和美德 也都是另類的福氣 所以上帝要求信他的人 要常常喜樂 不注地討告 凡事謝恩 歌詞的作者是瑞典的詩人 奧格斯特·史道末 他出生在一個恩實的家庭 就讀過有名的商學院 多才多藝 事業順利 信了上帝之後 他投身到慈善服務的救世軍組織 29歲發表這個詩 37歲的時候 因為背部的脊髓神經 遭受嚴重的損傷 導致他終身殘廢 但是他從不抱怨 活出詩歌之中的生命見證 就是在患難之中 也是歡歡喜喜的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 他還另外寫了一首感恩的詩歌 以感謝上帝在他一生之中 對他的眷顧 這種感恩的態度 完全是從主耶穌那裡 知取力量 主耶穌在世的時候 被人氣絕惡待 但他仍然向父獻上感謝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 父啊 是啊 因為你的美意 本事如此 凡是臨到我們 都有上帝的主宰之下 都有他的美意 第三 就是上帝的救恩 詩歌的第一句 感謝神賜我救贖主 是最重要的感謝 因為上帝的兒子 主耶穌降世 解決了人類自己 無法解決的罪和死 兩大難題 以他的死亡属了人類的罪 以他的復活 戰勝了死亡 悔改信他的人 罪得赦免 並得永生 退一萬步說 我們人生之中 以為沒有什麼要感謝 至少就有一件事 是值得我們感謝 上帝救我們脫離死亡 所以歌詞之中寫道 感謝上帝永遠不停 因為無論喜樂優秀 在他裡面 就有屬天的安寧 盼望和福祉 當然我們不能夠不提 這首詩歌的作曲者 這首詩歌之所以能夠廣泛流傳 也都與他感人心靈的曲調節奏分不開 作曲者 約翰克德梅 也是瑞典人 七歲的時候 隨從父母移民到美國 自有喜愛音樂 是傑出的作曲家和出色的歌手 曾經擔任過教會的牧師和大學音樂老師 他的一生 亦都是感謝 讚美和侍奉上帝的一生 創作了五百多首的詩歌 他在世上服侍上帝直到最後一刻 八十一歲的時候 在加州一家教會演唱讚美詩的時候 被上帝接去 這首詩歌的作詞作曲者 都用生命活出了美好的見證 當我們唱起我們喜歡的這首詩歌的時候 要常常提醒自己 我的心啊 你要清重耶和華 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你願意相信耶穌基督馬 若願意 請和我做以下討告 天父上帝 我從心裡承認你是獨一真神 你愛人類 曾差遣你的獨身子耶穌基督降世代罪 為我們釘死十字架上 第三日復活 救我們脫離罪或死的權勢 我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 是道路、真理、生命 只有藉著他 我才可以回到你那裡 認識真理、得著永生 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認識你 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線都錯了 我是個罪人 如今決定回頭 不再走自己的路 願意一生跟隨耶穌 進行天父你的旨意 求你幫助我明白真理 使我信心堅定 同主耶穌基督的名 祷告 阿門 你約做了以上討告 或想更多認識信仰 歡迎來信與我們聯絡 電郵視 CCM 圓主耶穌基督 祝你平安 女人幸福的秘訣 作者 張坤 年輕的時候 總是想當一個女強人 喜歡高高在上 一呼百應那種感覺 但是 看看身邊的一些女強人 她們雖然事業有成 聰明能幹 但是生活 都不是很幸福 她們的丈夫 亦都不感激她們 甚至常常 都是躲得遠遠的 再看看那些奇貌不揚 但是溫柔體貼的女人 她們的幸福感非常強 常常都被丈夫 阿胡有加 我到底想做哪一類女人呢 讀了聖經 先誤出 女人幸福的秘訣 就是一個 游字 女人只要以 裡面存著 長久溫柔 安靜的心為裝飾 這在上帝面前 是極寶貴的 彼得前書三章四節 由 包含著順福 放下自己的成見 尊重丈夫的意見 由 還包含著安靜等待 順勢而為 你們作妻子的 要順福自己的丈夫 這樣 若有不順從道理的丈夫 她們雖然不聽道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 被感化過來 比得前書三章一節 做妻子的 往往喜歡 控制丈夫 殊不知 越控制 丈夫就越反感 躲得越遠 如果一味安靜溫柔 內心等待 丈夫 終會被感化 由 還包含著謙卑 不處處請強好性 喜歡被丈夫作頭 帶領全家人 守在盲覆的道路上面 其實 由 不等於弱 由 還包含著強大的力量 老子說 天下莫由弱於水 而攻堅強者莫之能性 以其無以逆之 弱之性強 柔之性剛 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 水是最溫柔的 但是它 卻能夠擊破最堅硬的東西 這次暑假 我們在旅遊途中 去看到肯塔基的一個溶洞 親眼看到水滴石穿 領略水是如何改變整個岩石之貌 驚嘆這個柔弱性剛強的水 在模型中 是如何潤蜜細無聲 又是如何經年累月地做著潛移默化的功夫 如果我們能夠像水一樣 善利萬物而不爭 這樣我們的家就會和諧美滿 非常喜歡聖經裡 關於財德婦人的描述 財德的婦人 誰能得著呢 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 她丈夫心裡已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 針言三十一章十至十二節 財德的婦人 用自己的聰明才幹 默默地為家付出 她開口就法智慧 她是尚有人辭的法則 她的兒女喜來稱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稱讚她 針言三十一章二十六至二十八節 每次讀到這裏 我真是很羨慕這樣的才德婦人 我們都很想做一個幸福的女人 但是時時都將幸福寄託在對方的改變上 而忽略了自身的改變 如果我們都能夠確守本分 長久地溫柔安靜 求上帝賜我們力量 相信假以時日 我們的丈夫便會說 才德的女子很多 唯獨你超過一切 針言三十一章二十九節 哥林多後書五章一節這樣說 我們原知道 我們這地上的帳篷約策毀了 必得神所做 不是人手所做 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衝信有聲雜誌 願上帝賜給你平安 金手指 白衣 《希臘神話》中有一個國王 得到點石成金的本領 無論是甚麼 被他的手一摸 都變成金 起初他看見黃金滿屋 非常興奮 後來發覺根本活不下去 因為他最深愛的女兒 和那些食物都被他一摸 統統都變成了金 其實我們人人都有類似的本領 當然不是點石成金的本領 而是所有的東西 經我們一摸一摸 在本質上都會立刻產生變化 變成我們行善行惡的工具 好比說權力使人腐化謀思嗎 富貴使人嬌奢淫逸嗎 自由使人中欲和作惡無底線嗎 互聯網傳播謠言並助長霸凌嗎 AI人工智能將會毀滅人類嗎 答案是 富貴謀思的是人 不是權力 安裝的不是政治 是人 造謠霸凌的是人 互聯網和AI其實是受害者 被人觸碰後污染了的工具 自由和愛都因人放縱情慾 而擔負臭命 難道有錢有權 不能夠行善助人 和主持公正公義嗎 人類如果氣惡摘善 世界就不一樣了 所以 上帝 上帝呼喚我們認罪悔改 離開惡行 不要推卸責任 要歸向上帝 進行上帝的善道 這樣才可以使我們 觸碰到的一切 變作人間的祝福 初日的朋友 讓我們一起討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命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遇見是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角度 權并 榮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門 喜愛的朋友 多謝你收聽《中信有聲》雜誌 我們期待你給予我們寶貴的意見 同時我們也願意為你禱告 可以透過電郵與我們聯繫 我們的電郵是 愿主耶稣辞理平安